皇上 儿臣参见皇阿玛 奴婢参见皇上 起来吧 谢皇阿玛 谢皇上 上一次见你 是在东烈吧 回皇上 正是 听说方才你们俩出去了 是吗 皇阿玛 不怪小微 是我强拉小微一起观瞄会的 回皇上 是奴婢自愿的 之前听闻印祥 对你有益 说是非你不娶 有这回事吧 却有此事 你愿意吗 回皇上 小微姑娘善解仁义 做事又尽心尽力 家事也不错 所以 臣妾就自作主张 把小微取配给了十三 小微也是答应了 皇阿玛 儿臣也是刚刚得知 还尚未答应啊 你想当众反悔不成 这是鹰鹿家的女儿 难道配不上你吗 儿臣当然欣喜 只是 十三弟 这可是好事啊 况且你这年纪也不小了 皇阿玛 不过儿臣记得 这十三弟小时候 曾有高僧给他看过相 说是这 十月初一生者 命中待煞了 九爹 你还记得此事吗 正是 儿臣也记得是如此 十三额娘早轰 当中难说不无关系 十三弟自己也是知道的 那些不过是玩笑而已 皇上 臣妾还记得 玉华大师曾经说过 十三有冯兄化吉之能 当时皇上还笑言 这个儿子还是个福官呢 不过高僧的话 也不可不信呢 不如这样吧 让殷祥 纳了策符记 这样也不算委屈了他 你们说呢 还是皇上想得周到 臣妾之前有些唐突了 既是命中待煞 皇阿玛还有三思啊 老实 皇阿玛 儿臣也只是关心十三弟 何况我们也要顾及 明威姑娘的感受 毕竟是姓名无关的事情 还要让明威姑娘 再想一想啊 他说的也是实情 高僧说过 你身边的这个人 命中待煞 如今让你嫁给他 你愿意吗 你不愿意 看来人人都是惜命的呀 小薇姑娘 也是情有可疑的 回皇上 奴婢只是不知命中待煞 是煞的十三爷 还是煞的奴婢 那还用问 当然是煞你了 奴婢叩谢皇上 谢德妃娘娘 你这又是何一啊 回皇上 奴婢之前 不知道命中待煞是什么意思 但若煞的是奴婢 奴婢愿意嫁与十三爷 接受赐婚 好 真是有胆有识啊 应想娶了你这样的女子 倒真是她的福气了 起来吧 谢皇上 皇上 依臣妾看 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吧 哼哼哼 当年太子成婚的时候 朕赏赐给太子妃一只镯子 还有一只 今日 朕就给你们赐婚 那只镯子就赐给你了 去把那镯子拿来 小薇姑娘可真是好福气啊 刚定下婚约 就收到这么贵重的赏赐 要知道这镯子可是独一对 朕儿 除了太子成婚时 赐给太子妃一只 剩下的 这宫中就只有你才有这个福分了 还望小薇姑娘 不要辜负了皇上对你的赏识 太子妃才有 可我之前明明看到 小春戴着一模一样的镯子 难道太子妃了 谢皇阿玛赐婚 奴婢定不负皇上 以得妃娘娘厚望 择日成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薇姑娘 你后悔吗 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啊 我知道答应赐婚不是你的本意 你只是看九哥他们欺人太甚 想替我出头罢了 对吗 但你答应嫁给我的那一刻 便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那一刻 对吗 我现在倒真有些后悔了 但是怎么就头脑发热地冲动答应了 死婚一点 这个怎么办啊 你明白就好 我才没有想要嫁给你呢 我当时都是一时义气又是 脱口而出罢了 你别当真啊 嗯 我知道 小薇 我 我有点头疼 我先走了 你也早点歇息 好 这个好吃 尝尝 额娘 四哥怎么突然来了 你这么急匆匆的 可不像你平日的样子啊 儿子知道额娘一心想促成赐婚之事 是为了什么 儿子感激额娘费心 但是 您过虑了 我是绝对不会因为小薇姑娘而感情用事犯错的 但是 我也绝对不会放弃她 你到我这儿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额娘 您不该参与此事的 更不该贸然促成赐婚一事 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个错误 所以我决定了 明天就进宫 请求皇阿玛 收回赐婚成名 颖真 先坐 好 容莲 上场 是 我知道你心急 可是 天子一言 荆轲玉律 你皇阿玛 刚刚说出的话 怎么好立刻收回呢 你有没有想过你皇阿玛的面子啊 还有啊 小薇 是魏出阁的姑娘 刚被刺婚 又被退婚 这对她的规律有损啊 这件事情 额娘倒不必担心 儿子大可进宫 请求皇阿玛 将小薇赐婚于我 因为只有这样 才是顺理成证 四哥想的还真周到啊 你真是太不冷静了 你想想 为什么额娘 一说给小薇赐婚 你皇阿玛立刻就答应了呀 这不光是额娘的意思 更是你皇阿玛的意思 这都是皇阿玛的意思 你们兄弟之间的事情啊 你皇阿玛也有耳闻 尽早地给小薇赐婚 也是避免日后再闹出什么风波 弄得宫中不安逆 和娘也是这个想法 可是 你刚刚不是说 你不会为小薇感情用事吗 可你现在正在犯错 如果让你皇阿玛知道 你因为小薇姑娘 如此势态 那她会怎么看你呀 她又会怎么看小薇呀 所以呀 平和娘的 这事 先放一放 日后再做考虑 好 此事 再从长记忆吧 没想到四哥 这么快就演齐西谷了 原本我还想看一场好戏呢 额娘窜戴着皇阿玛 搞这么一出 原本的乐子都没了 我又该无聊了 你皇阿玛赐婚的指令刚刚下 你别动什么歪脑筋啊 额娘您这下可是想多了 圣旨已下 板上钉钉 我还能做什么呀 儿臣先告退了 嗯 四哥我先走了 嗯 十三哥 真是恭喜了 死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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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哥 今日赐婚一事 好了 现在说这些 还有什么用 四哥 赐婚一事事出突然 我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 其实小微答应赐婚 也实属出乎我的意料 我知道 这件事 是皇阿玛与额娘一手促成的 与你不关 我知道四哥心意如何 可四哥与小微相处两久 应该也知道他心意未定 对四哥你也不是全心相许 就算现在小微心意未定 但是我相信 只要有我在他身旁 一定能够帮他看清 心中主义之人究竟是谁 因为自从他进宫的那天起 他一直在意靠近的人是我 所以 让小微全心全意地倾心于我 这是时间问题 先走了 这花开得真美 等一下将奴才们多摘一些回去 贵人带起来 肯定会更美 花再美 也得有人欣赏才行 万岁爷已经好久没有去我那儿了 就算去 也是说两句话就走 贵人 皇上毕竟已经不年轻了 再加上日理万机 还能抽空去看贵人 已经足以证明 对您的疼爱了 加上贵人 有贵妃娘娘这个姑母护着 可谓是宫里最风光的一个了 就像你说的 皇上已是暮年 我就算再风光又能如何 不过是过一日 算一日罢了 妹妹 给纳兰归人请安 归人吉祥 一脸的狐媚样 看着就让人生艳 贵人 她怎么也是我妹妹 还是未来的十三福晋 说话还是客气带好 你不说我还忘了 入宫的时候 你这个妹妹就是个不安分的 勾搭完一个阿哥 又一个阿哥 我还以为她能攀得多高多远 结果 要嫁个命中带煞了 真不知道 该不该恭喜您啊 贵人还有事吗 贵人没事的话 奴婢先行告辞了 站住 我有教你走吗 请问纳兰贵人还有什么吩咐 奴婢还要赶着去向德飞娘娘复命呢 拿德飞娘娘来压我 若是你在娘娘面前得宠 她就不会把你指给十三二个 妹妹 你到底做错什么了 以前些日子不是跟四爷走得很近吗 如今怎么又换成十三爷了 谁会让自己的亲生儿子 娶一个水性洋花的女子 听说不止是四阿哥 连十四阿哥 也为了她 粘酸吃醋 德飞娘娘 又怎么容得下她 贵人数了够了吗 数了够了奴婢告辞了 你给我站住 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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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快来人 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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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脸 我的脸 我的脸 你 你 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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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人